我觉得如果说永远的小龙女的话 就有点不太好 因为我在我后面还有很多人 伴侣过小龙女 他们都做得很好 还有就是会给到后背一下的压力 因为每一个年代都有自己不期盼的小龙女 像当年我自己演小龙女的时候 也有会有一些人会拿我之前的小龙女 就比较 这样子对演员来说 有很大的压力的 而且又会有点不公平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色 那我自己呢 就为了不辜负这份喜爱 我就经常会提醒自己 不要给自己人生设限 我要经常的接受挑战 因为我觉得我的医生 我最好的时候永远都还没到 永远在我的前面 那这样子的话 我就会不停的求进步 有这个心态 我才会真正的不停的进步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